人是中国儒家学派道德规范的最高原则 孔子思想体系的理论核心 在以仁宗为妙号的皇帝中 赞誉最多的当属宋仁宗赵珍 有人称他为千古第一人君 这实至名归马 离猫换太子是怎么回事 刘娥是妖后还是贤后 宋仁宗的宽仁之名从何而来 庆立新政为何失败 他为何不传子传职 为何他的死让辽国上下都痛哭 宋仁宗赵珍 1010年5月30日 生于北宋东京开封府的皇宫 宋仁宗第六子 母为李晨飞 嫡母张献民宿皇后刘娥 宋仁宗的身世 至今仍为人们津津乐道 离猫换太子的故事 世人皆知 是包今天办过的最高规格的案件 但这故事与历史记载出入颇多 刘皇后刘娥是来自属地的孤女 15岁就因贫困 被丈夫宫美卖了 由指挥使张琪 进献给年纪十四 当时还是韩王的宋真宗 得到真宗的喜爱 因出身低贱 曾被太宗勒令赶出府 寄居在张琪家中 真宗登基后 刘娥入宫 长时间无名分 缠冤之盟签订那年 才被封为四品美人 三年后 郭皇后崩 真宗想立刘娥为后 被群臣阻止 但这不影响真宗对她的喜爱 刘娥年长于真宗 年近四十无生育 就让侍女李氏 不是真宗 借父生子 李氏争气 于大中降福 三年四月十四日 生下一子 出名赵寿义 此前 真宗无子皆丧 所以对这第六子格外在意 真宗对外声称 孩子是刘娥所生 刘娥因此尽未得飞 而李氏虽未因此大富大贵 却也没有如故事中被迫害 她被真宗封为崇阳县军 之后又生一女 禁卫才人 女妖折后 禁卫婉 此后不久 刘娥母平子贵成了皇后 与杨淑妃一起抚养赵寿义 赵寿义四岁时 被封为庆国公 五岁时 禁卫寿春郡王 七岁时 加关中书令 八岁时 禁卫生亡 同年十月十九日 赵寿义被册封为皇太子 赐名赵真 真宗用餐之正式礼笛 兼太子宾客 教导赵真 102年3月23日 真宗驾崩 年仅十二岁的赵真及皇帝位 视为宋仁宗 改元前兴 前兴 元年六月 皇太后刘娥霸主流放了 无鬼之手 宰相丁卫 临朝称制 代行国政 成了实际上的掌权者 视为宋朝摄政第一后 刘娥大悬在握 甚至穿上了龙袍 仁宗长成也未还政 他却没有学武则天再进一步 史书因此称其为先后 刘娥虽霸道 但从政绩上来说 确实是领导型人才 他重用王增 吕一简等人 真宗的天书运动被遏制了下来 他摄政期间 宋朝廷注重兴修水利 世界上最早的纸币胶子 也在这期间发展 并官方发行 宋朝政局因此逐渐稳定下来 史书称 这一时期内外肃然 机刚拒绝 天下艳然 是整个宋朝时期 百姓最为轻松的几年 1020年 宋静平均米价 每弹不超过400文 这与1030年的 每弹不低于800文 1040年后的 每弹千文以上 甚至万文 形成了鲜明的对比 百姓活得下去 自然不愿造反 真宗末期 至人宗前期 没有大规模的农民起义 刘娥国事有担当 家事也把控得不错 未免照贞德之声母之事 他进李氏为顺荣 前往真宗永定领首领 为了对李氏有所弥补 刘娥命刘美 张怀德访其亲属 其地理用和 五三般奉执 李氏终其一生 未敢有怨言 十年后 李氏病重 刘娥进封李氏为陈飞 遣太医世王 册封当日 李陈飞逝世 十年四十六岁 刘娥以后李将其下葬 此时的人宗 虽已二十二岁 却没有亲政 实质上只是傀儡 即使知道真相 也不敢认识 李氏死后第二年 明到二年三月 刘娥崩 十年六十五岁 她成了第一个 四字世号的皇后 至此 二十三岁的人宗 才开始亲政 紧接着的任母风波 引民间诸多猜测 宋灭王后 此事更是在原杂剧 报庄和 明代金丸记 尤其是后来的 倪猫焕太子 故事中广为流传 由于传奇色彩浓重 此事被历代文学 戏剧不断演绎 千百年来经久不衰 家喻户晓 当了十几年傀儡皇帝 人宗亲政的首要任务 自然是提高自己的威信 总结历代经验 方法无外乎三种 一 神化自己 二 用军事提高威信 三 驱除旧臣 任用新人 神化自己的办法 真宗已经用到了极致 惹得天下人反感 仁宗再用 也不能大张旗鼓 于是 仁宗有了一个人设 人后之君 在小处 为各阶层的人着想 这为他积累了巨大的人气 包拯的唾沫 喷到他脸上 他也不在意 这些行为 很符合儒家标准 文官们写书记载时 不免多有美言 赵真千古第一人军的形象 树立起来了 但这同样也导致了 皇权为名声所累 大臣竟能做到 让皇帝收回圣旨 至于用军事提高威信 对赵真来说不可惜 宋朝的军事 始终遵从太祖过激的 众文清武策略 在太宗雍西北伐惨败之后就疲弱 真宗的禅渊之盟后 宋军虽非五倍不休 但也放松不少 到了仁宗朝 为了防备辽国 西夏 维持民间的安定 仁宗大量增兵 把社会闲散人员招募进军队 黄又年间 宋军总数达140万 导致勇兵严重 军队整体战斗力下降 且给国家财政造成很大负担 支出的八成用于军费 同一时期 西北的党项愈发的强大起来 宝元元年 李元昊称帝 建国 国昊为大夏 史称西夏 四年 李元昊写信给赵真 希望得到承认 赵真拒绝了 并且下召削夺刺性官爵 停止忽视 宋夏之战已不可避免 康定元年三月 宋夏三川口之战 宋军守住了延州 但损失巨大 康定二年二月 宋夏豪水川之战 主持陕西军务的韩琪与范仲淹 攻守意见不合 韩琪派大将仁服率军突进 在豪水川仲服 仁服与部下重将都阵亡 宋军大败 战死万余人 赵真大怒 点了韩琪 范仲淹 庆历二年润九月 宋夏定川寨之战 李元浩奋兵两路攻颂 一路在定川寨围点打员 围歼宋军近万人 宋军十几员将领阵亡 所幸 另一路西夏军在援州 玉知周景泰的顽强阻击 李元浩没能指导观中 与此同时 姚兴宗 耶律宗真趁火打劫 趁宋夏交兵 重兵压境 扬言要南下公送 仁宗派复辟与辽谈判 于九月达成协议 在产冤之盟规定的 赠辽税弊基础上 再增加税弊银十万两 卷十万匹 以了结这次锁地之争 姚兴宗再派使节使宋 改赠为纳 抬头施舍 换成了低头交钱 宋仁宗为西氏宁人答应了 但条件是 辽须促成西夏与宋和谈 此事使称庆利增弊 辽宋和好之后 李元浩桀骜不逊 辽夏关系恶化 导致三次大战 辽兴宗两次亲征西夏 军败祭 而李元浩见好就收 仍旧向辽称臣进贡 宋夏三战 宋军皆拜 西夏也是惨胜 断了护士 西夏国力难支 李元浩终于在庆历四年 与宋一和 向宋称臣 但宋要岁寺西夏总计卷十五万匹 七万两银和三万斤茶叶 重新开放护士 仁宗依然是走真宗开辟的 用钱换和平的路线 史称庆利合一 宋朝军事是无法为皇帝 正德威信的 仁宗要集中皇权 还有一个办法就是换人 仁宗废了刘娥为他选的孤皇后 让刘娥提拔上来的官员 都逐渐远离中央 并通过加大科举考试力度 大量提拔任用文官 范仲淹 欧阳修 韩琪 富弊等人聚集到仁宗身边 文质使国家的经济发展较快 人口增长迅速 在仁宗朝翻倍有余 众文轻武地继续贯彻 使宋朝在这一时期的科技文化事业 井分式发展 史称仁宗圣志 但发展不平衡从根源上是有问题的 这一时期 永关情况越来越严重 庆历三年 由范仲淹主持的庆历新政开始 朝中新旧势力不可避免地产生争斗 文人相亲 且各个姿势才高 推行新政的新济世代府内部 也分歧颇大 仁宗并未坚定不移地信任某几位大臣 或者说有依议论相较 深安帝王权术 培养互相对立的派别 让大臣们无法团结起来制约君主 众大臣相争 守旧派攻击 分化新政派 新政派内斗 激烈程度空前 文官排挤武将 名将敌清郁月而终 欧阳修弹劾御史台王拱臣 王拱臣弹劾藤子经贪污 范仲淹护藤子经 正面对抗王拱臣 谈其与范仲淹在防御膝下策略上来源北辙 欧阳修的捧党论本事未辩解 效果却适得其反 大量臣子被启用又罢出 难有足够时间做出政绩 守旧派下总甚至造假 无新政派要废地 仅不到一年的时间 庆立新政失败 宋朝捧党喧嚣尘上 一心为国的臣子比例锐减 冗兵 冗官必然造成巨大开销 仁宗本人却并没有例行简朴 太祖太宗朝后宫三百人 真宗朝后宫不到五百人 其实宫女奉禄最高两万钱 而到了仁宗朝后宫数量翻十倍 且宫女奉禄也翻了十倍 以相当于疏密副使的收入 还有大量非正式编制的女子进宫 各处费用叠加 冗费严重 真宗朝留下的盈余很快用光 国家财政出现困难 盘剥百姓加剧 强盗越来越多 百姓越来越苦 仁宗朝总计发生了六十次名变 大趋势上 仁宗朝数十年 是三戎逐渐明显 百姓生活逐渐变坏的过程 仁宗的人会及身边人 而非大众 仁宗后宫众多 一生有子女十六人 但其中只有三个男孩 且都夭折了 十三个女儿中也只存活了五个 为什么会这样 有人说是基因问题 有人说是普生主影的报应 叙思至通建长边记载的 家有元年东 仁宗病中大喊的那句皇后 与张茂泽摩大逆 或许最接近真实 不论原因为何 仁宗朝的立处成了大问题 仁宗五个兄长都早邀 自己无子 只能从叔叔的孙辈中选继承人 真宗四弟伤亡赵元分的第三子赵允让 真宗长子死后 仁宗出生前被真宗养在宫中 仁宗出生后 赵允让被送出宫 外放为官 仁宗早年无子 仅幼二年二月 选赵允让三岁的第十三子进宫 四名赵宗时 由曹皇后补养 仅幼四年五月 仁宗长子照访出生当日 即夭折 在两年仁宗四子赵兴出生 仁宗送赵宗时出宫回家 但赵兴在庆历元年夭折 仅两岁 同年仁宗三子赵兮出生 但不足两岁又夭折 群臣见死状况 不断劝仁宗接回赵宗时 仁宗气恼不肯 但此后出生的全是女儿 一直拖到家幼四年 仁宗松口 有意要接回赵宗时 恰逢赵允让去世 赵宗时以守孝未满妻为民 多次推辞仁宗所封官职 家幼七年八月初四日 赵宗时被立为皇太子 改名赵蜀 赵蜀见赵书 依然称并推辞 仁宗命宗证券服 耗时近一月 赵蜀终于服卵入宫 1063年4月30日 当了41年皇帝的 宋仁宗赵真驾崩 十年53岁 很多文人守札记载 百姓为之痛哭 甚至连辽道宗 耶律鸿基及辽全国上下 也痛哭 辽道宗还要为其建议观众 禅渊之盟后 宋辽明义上是兄弟之邦 一贯在对等级别上礼上往来 宋真宗驾崩 辽圣宗要求满朝籍后妃 一同举哀 辽圣宗驾崩 宋仁宗辍朝七日 期间禁止于乐 辽道宗为宋仁宗驾崩而痛哭 应当是美化写法 应该看作是礼节性的表现 甚至这些细节 极有可能是编造的 至于衣冠种 前无先例 后无仿效 可以断定是不存在的 被文人一位歌颂的君王 必然符合他们的审美 而这类君王往往性格温和 能力不出众 被士大夫阶层协制 反倒是被文人世代 唾骂的君王 很有可能是历经图治 有手段 有能力的雄才之主 宋仁宗赵真 前半生受嫡母摆布 后半生被士大夫献制 宋代三荣 与他脱不开感喜 所幸 他遇上一帮忠臣 能臣 是个守成之君 他的妙号人 不及十月天子 朱高赤的人 来得实在 我是卷书风云润天地 欢迎大家一起来讨论 请不吝点赞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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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转发 打赏istle Paul